Hello,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法国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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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大地战 西班牙战 Politicus Performance Vendator at Amazon 在新度站 Seller Performance Policy at Amazon 并墨西哥站 Politicus Performance Vendator at Amazon.com.mx3 通过即时聊天或论坛联系亚马逊获得即时响应的最简单方法是通过亚马卖家中心门户。 如果你有关于在亚马逊上销售的一般问题,可以登录卖家账户,点击亚马逊在线聊天。 直接与卖家支持获得联系。 如果你在亚马逊上有任何账户或技术问题,则可以访问卖家中心技术支持页面Technical Support Page获得帮助。 你可以选择在销售方面,广告或不同的站点的相关帮助。 在连接之前,你需要浏览一份常见问题列表。如果你的问题在在此列表中,那么你就可以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案。 如果没有,则继续与卖家支持取得联系。 你将填写一个联系人表单,并指定是否希望通过聊天机器人,电子邮件或回电联系人。 你可以查看此Contact Us表格,以便与支持部门联系以获得快速连接。 请注意,电子邮件的响应时间是在24小时内。电话或在线聊天更及时,尤其是当你指出事情很紧急,需要立即处理的时候。 4.通过社交媒体联系,亚马逊卖家支持,就像电子邮件一样。你可以通过在Twitter上输入 来获得与杰夫贝佐斯的直接链接,并向其发送简洁的信息。它不会回复你的Trader,但你可能会接到相关人员的回电。 以下是一些亚马逊社交媒体账户的快速链接。 Facebook HTTPS 3w.Facebook.com Amazon Twitter HTTPS Twitter.com Amazon Help Instagram HTTPS 3w.Instagram.com Amazon YouTube HTTPS 3w.YouTube.com User Amazon LinkedIn HTTPS 3w.LinkedIn.com Company Amazon在联系亚马逊卖家支持之前。 你应该知道什么?你需要应用一些常识与亚马逊卖家联系支持。公司分为不同的部门。如果你从多个角度提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你将很难从任何愿意对整个问题负责的人那里得到回应。 1.选择合适的支持方式。因此,获得成功响应的最佳方法是发出需要单个操作的简单请求。 2.如果你可以将你的问题归结为一个简单的问题。那么你的卖家中心账户就是你联系负责你的问题的专门团队的最佳途径。如果你认为问题的回复可以快速简洁的发送。那么即使聊天和电话是更好的选择。 2.如果你需要一个更复杂问题的详细答案。那么你应该利用电子邮件。记住,电子邮件可能需要24小时处理。如果问题是具体的,你知道处理问题的团队,选择直接的电子邮件,而不是通过卖家中心账户。 2.明确陈述问题在解释你的问题时,要清晰、真实,让你的关注尽可能的简单明了,避免离题,包括你所掌握的所有细节。这将有助于知识人员的反应和逻辑上的表达。因此很容易从你的沟通中提取信息。 3.如果你知道是什么导致了问题,则把详细的信息放在消息中,表明这是你的意见,这是问题所在,这可能会缩短任何处理时间。 3.将问题交付给正确的部门。如果你确实有很多问题,试着给不同的部门发邮件,与其像无头苍蝇一样发一条冗长的信息。 4.不如让专业团队为你解决问题。如果你将通用管理人员纳入查询中,则可能问题将无法到达适当人员,并且不要试图将你的问题发送给其他部门。 4.你引起关注,你可能永远无法获得正确的答案并解决问题。 5.最后,如果你坚持要通过电话沟通,一定要在打电话之前把所有相关的信息都记录下来。保留地址、订单号、账户细节等,以便在需要时报告。